所以当你录好之后 录好之后呢 你的刚刚的那个画面 就会在你的本机的录影的资料夹底下 就会有一个今天的日期 那你就可以直接点两下 它就会用你电脑内建的播放器 它就会播放这个影像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在正式录之前 我们会先小录一段 然后先测试一下 播起来有没有声音 有时候是会忘记 你选哪一支麦克风 结果没有录到声音 所以各位就检查一下 那如果说影像也OK 然后又有声音 那就表示你这个录的设定是OK的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开始正式录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录会稍微检查一下 所以我们录影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堆设定 其实你只要第一次做就好 第一次做就可以了 那个X264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X264的编码是好像比较先进的 但是如果你电脑太旧是没有支援这个编码 好那所以这次录影的选项 再复习一次就是你确定你的左下角的来源有选到你的显示器 你要录哪一个萤幕哪一个选项 然后你的麦克风输入跟电脑的输入 电脑的输出喇叭这边都要录你就两个都要选好 两个都要选好 然后你就直接按开始录影 他就开始录了 好所以基本上录影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接下来 录影这部分应该没问题了 有没有还有任何有关于录影的问题 有的老师的话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1 我就知道你还有一些问题 在录影的部分 好很好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接下来稍微进阶一点点 进阶一点点 就是如果你的麦克风不是很好 或是你是笔电内建的麦克风 通常都会录起来很小声 那很小声对学生来讲上课会很辛苦 那所以虽然后面的后置的软体也可以调 但是那个声音的品质 还是在第一次录的时候就把它录好 会比较好 胜过后面的调整 好那所以你如果你要调整那个麦克风录音的选项 在刚刚麦克风录音的这个地方 齿轮一样点下去 这里非常重要 滤镜 那这个是比较进阶 算比较进阶的 比较进阶的部分 那这个滤镜 各位找到了吗 找到请你把它点进去 我先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拿掉 它的设计其实没有很好 就是一开始看到都空的东西也不知道干嘛 好 啊索性有Google了 万用的Google 你就Google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 好 所以它是可以在这边直接按加号 去加你的滤镜 或者在这个黑黑的地方直接按右键 新增 也可以 那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外挂程式 就是滤镜犬项 那这里面 这里面呢我们比较常用的 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 增翼 增翼 那这个增翼就是说你的麦克风品质很差 录起来声音很小 不管你怎么录 它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一条 就是一直都在左边很小的地方在跑而已 它跑不到黄色这边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声音太小 那太小的话你在这边就可以增加那个增翼 新增增翼的外挂 然后给它取个名字按确定 那这里就可以去调放大的比率 放大的比率 所以你就稍微拉一下 拉一下你要看一下你一边讲话 哇这个都现在都跑到红色对不对 表示太大声了 我就往左边调 好那调到你觉得你讲话它不会到红色这里 当然我因为我的收音品质很好 所以我其实是不用增加的 那它也可以减 也可以减 也可以少 就是让它小声一点 那小声 我们其实调这里也可以 我们直接调这里也可以变小声 所以当你有需要声音放大的时候 你才来选争议 才来选争议 那这样子好了之后 其实你把这个视窗关掉 你的外挂就已经内建 它的功能就已经打开了 所以你在录这个OBS的时候 你在用这个OBS在录影的时候 你的声音 麦克风进去的声音 就会自动在影片里面被放大 那我的麦克风电容室的这个就不需要 我就把它拿掉 那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各位有没有找到 所以如果你去那种顺发买那种 两三百块的那种烂烂的麦克风 或者学校配发给你那种烂烂的麦克风 通常会需要这个选项 或者是你把你的麦克风 假设你是用那个网路摄影机自带的麦克风 然后你又放在教室的可能第三排 第四排才能照到整个黑板 那个视也可以的 但是你的声音就会收到的 所以就会很小声 那这时候你就要用这个声音争议的选项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会常用到的就是杂讯限制 这个就是所谓的AI降噪 他会把一些环境音 比如说你开电风扇的声音 或者一些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吵杂环境的声音 他会把它滤掉 所以如果你开了这个外挂之后 你的麦克风即使不是很高级的 就还是会变很高级 那所以你其实不用买太高级的麦克风 这个我们这种六七百 你外面买一千多块其实就很够用 主要是前半段收音声音优美 那你的那个杂讯意志你就在MIT里面开 在OBS里面开 这样子用因为电脑的功能比较强大 所以他的那个AI降噪的功能一定会比较强大 然后他同时声音又优美 然后降噪的功能又强 那这样子就会合起来的效果就会很棒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电脑上面开降噪 那除非你的电脑是很烂的电脑 你连开个OBS都快要跑不动了 那就可能这个可能就 因为这个都会占用那个CPU的效能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好的麦克风 或者你的麦克风放得很远 或者你的环境比较吵杂 你就大概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通常我通常会开 好那这怎么样 这个录出来的影片 你自己可以带那个耳罩式的耳机 就是那个把耳朵照起来那种耳机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听见 有环境声音跟没有环境声音的差别 那个整个录影的品质就会不一样 好那个有老师问 OBS开了就听不到meet的声音 那这个是在 你首先你要确定你的OBS的那个声音 OBS的那个输入的声音 这边没选错 因为你这边如果选错的话 声音就进不来 这个电脑输出声音这边 这两个都要检查 这两个都要检查 不能选错 那如果你有装那个电容式麦克风 你这边输入跟输出就都要选电容式麦克风 那你的耳机要从那个电容式麦克风上面的音源孔去接 这样子他因为他的声音都会从这里面出来 好那所以别的地方 就是你接了外接的那个麦克风选项或喇叭选项 电容式麦克风这种都是有带喇叭的 带喇叭的麦克风 这种东西一接上去之后 你的电脑的声音就会转到那边去了 所以你的MIT或者你的电脑本身的声音 你就会听不到 因为他就从那个电容麦克风的耳机孔出来 好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只要把它设定对就 就就没问题了 你可以多去试一下 多去试一下 好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 刚才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选项还没讲到 好最后一个外挂常用的外挂 好所以除了杂讯意志跟那个争议之外还有一个 好那这一个 这一个外挂叫做噪音域 那这个噪音域呢 它是非常克难的环境之下 比如说你人在办公室 然后你还要录音 可是那个AI降噪的声音它没有办法把你的就是旁边讲话的人或者你的那个滑鼠键盘Key的输入的声音 好如果这些东西你开了杂讯意志还是听得到 那可是这些声音又不是很大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噪音域去把它做处理 那这个噪音域的用法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刚刚看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db值有一个数字对不对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那个大小声会在这边跳动 那你就知道你大概什么声音多大的时候大概那个数字会是多少 那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滑鼠或者键盘的声音剪掉 你就这时候不要讲话 你敲一敲滑鼠 你看一下那个我因为我开了那个杂讯意志所以他会把它剪掉 你就在这边按一按 然后你就看一下他会会在这个会在这个地方跳动 他声音没有很大 可能会在这里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想滤掉这种声音小但是自动降噪又滤不掉的这一种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那你就稍微看一下数字 比如说-40db以下的我全部都声音这种声音都不要 那我就在这边把它调到-40db 把它调到-40db 那么他就会只要是-40db以下的声音他全部都静音 好全部都静音 那什么时候要开始录音呢就比这个40db再大一点 -36db或者-38db 就是再稍微往右边跑一点点 这里的声音我就开始收音 好但是使用这个呢 就是你要先测一下 因为如果这个关闭的法子太大声 假设你已经开到中间了 那因为你讲话刚开始也会小声嘛 小声才会变大声 讲一句话里面 所以他会到把你前面刚开始出来的声音切掉 那你的声音就会变得断断续续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使用这个关闭法子 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状况 如果不是真的很克难的状况 是建议各位 那个噪音域这个不就不用去用它 不用去用它 所以我就把这个拿掉 以上三个是我们最常使用的 最常使用的那个外挂声音的外挂的部分 那只要你搞清楚了那个AI降噪那一个 你的麦克风的品质就会立刻提升 好这个是设定麦克风的比较特别的部分 各位再看一下有没有任何问题 总结一下OBS 其实它就是除了设定那个注意事项 像第一次处理之外就真的很简单 所以以后你要 你要入线上课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这个整个桌面的环境准备好 桌面环境准备好 电子书打开 然后你就把你的OBS打开 打开之后直接就按录影 开始录制 开始录制那开始录制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讲课 开始讲课操作 然后操作完之后呢就一样把OBS打开 停止录影 好那你这样就可以得到那个 然后关掉 就可以得到你的影片 刚刚整个上课录制的影片在影像资料夹里面 所以其实就很简单了 你不用去管 就不用去管那么多想复杂的设定 因为那个只有第一次做一次 好所以其实应该不会很难 还是觉得很难的请举手好不好 请输入一好不好 这样应该还好了 觉得蛮简单的请输入二 所以我已经想办法把它简化到最简化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 加上那个外挂就可以让你的声音获得良好的品质 那因为这边的那个录影 它是直接在你的电脑主机里面 直接针对你的画面的解析度去录影 所以它不会有那个MIT 因为网络的关系看起来会浮的问题 它没有这个问题 它录出来的都是最原始的画质 最漂亮的画质 对这个部分就是老师也不用担心 就是品质是最好的 那唯一的小缺点就是 唯一的小缺点就是你的电脑如果感觉 你看如果你电脑不是 如果你电脑是很旧的 很旧的 那你有可能会跑这个软体 再跑其他软体 你又同时开电子书 你就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辛苦 就会有一点辛苦 像我现在你看 我现在是只有开MIT的情况下 我把这个打开 我现在CPU只有占用36、37、31左右 三十几而已 那我的记忆体只有不到8G 所以现在是很顺的状态 很顺的状态 那我OBS打开之后 OBS打开之后呢 假设你又按了开始录影 那你看这个CPU就会往上跑 跑到七十几、八十几 然后记忆体也往上加 加到快8G了 那CPU有时候还跑到百分之百 所以它会 这个东西是会吃效能的 包括你用Ocam 或者用其他的桌面录影软体 因为它要处理影像 要压缩影像 而且是及时压缩影像跟声音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吃效能 所以如果你是还没买电脑 正要买电脑的 建议你 桌机的话最少要买六盒以上 笔电的话最好要买八盒以上 那这样子你在做多工的时候 就会很顺畅 就会很顺畅 这是题外话 你看我OBS一关掉 好CPU你看马上就降下去了 好这样马上就降到 降到一半以下了 好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吃效能 不管你用哪一套桌面录影都会吃效能 所以如果你是用那个Meet的录影 那Meet的录影吃的是 那个Google那边伺服器的效能 所以跟你本身的电脑效能比较没有关系 比较没有关系 那但是缺点是他的解析度就只有720 解析度只有720 然后你如果不是用go.edu的 你还不能录影 现在好像取消了 所以你原先在Google账号 自己还可以按录影的 现在不行 你都要用那个go.edu 那个教育部的账号你才可以录影 好那以上是录影的部分 所以应该还蛮简单的